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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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树哥 又到了介绍伺服器的时间了 那前阵子有网友问我说 超融合伺服器跟一般的视频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想必应该有蛮多人有跟他一样的疑问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伺服器的种类 以及超融合这么酷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相信知道这些之后 对于你不管是挑选伺服器 或者是学习伺服器 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 伺服器基本上我们可以用外形大小跟功能来做分类 那它主要有三大基本分类 第一个是直立式伺服器Tower 第二个是机架式伺服器Wreck 再来是刀锋型伺服器Blade 那其他种类伺服器啊 为这三种的一种变形 例如有组合性伺服器 高效能伺服器 超融合伺服器 第一个直立式伺服器Tower 有人会教它做工作站 那为什么叫它塔形或直立式呢 因为它的造型有点像是塔形直立式的个人电脑 具有简单的运算跟绘图能力还有储存空间 那一般它们用在可能小型企业 或是以比较大空间桌面的办公室或工作室 像一些影像公司可能它会搭配插很多显卡 帮助它们做一些绘图的影像作业 那以下这个图呢 是以Dell的PowerEdge TE40为例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就是Tower伺服器的一个外观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机架式伺服器Wreck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机架式吗 因为它会放在机房机柜或机架上面 那机架又是什么呢? 机架就像旁边这个图这样 一层一层的架子上面会放了一些设备 包含伺服器、网路设备、储存设备 那旁边还有一个监控设备这样监控它的状况 那机架式伺服器 造型的话它其实有点像长方形铁盒 它一层充为EU 充长长度为1.75英寸 大概是4.45公分 那宽度的话是19英寸 大概是48.26公分 那它会放在机房的机柜的机架上面 尤其很多汽油可能需要很多台伺服器 它可以节省空间 那提供比较高的效能运算跟储存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储存空间或效能 有的会一次买就是2层的2U或3层的3U或4层的4U 那下面这个图片的话就是HP的ProLane DL360 Gen10 4208的机器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是刀缝型伺服器Blade 那你们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叫做刀缝型伺服器 是因为它看起来像刀缝吗 对 它里面的组存单元就像一片一片的刀缝 那这每一片的刀缝就是一块主板 它还有许多元件 那相比机架式的机柜呢 它可以塞更多这样的单元 那刀缝型伺服器 造型也是一样这种比较长方形的铁盒 但是它的空间上更紧致集中 那机箱上就可以塞更多的伺服器跟一些储存装置 那集中散热 简单来说就是节省空间 提供高效能跟更多的储存 很适合资料中心它们可以节省成本 那以下就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HPE Integrity BL890Ci6 那这是一个示意图 那以上这三种是最基本的伺服器种类 其他种类的伺服器就是这三种的一种变形 那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组合式伺服器 它算是一个大型金箱里面还有一个刀锋型 及各种的储存组合 是硬体跟软体的一种整合 搭配自家软体就可以做一些云端的扩充 那基本上它们会把功能模组化 还有云算储存等等不一样模组 那下面这个图片呢 就是它突出的部分为储存模组 其余的部分可能就是运算模组 那由于功能模组化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说你的需求去抽换这些模组 看是你想要储存模组多一点 还是运算多一点 这样可以提供高度的弹性化 可以协助公司和因应的业务成长 可以快速调整 适合一些新创或做小的企业 那刚刚这个图的话就是HPE Synergy 12000框架 那再来是 高效能预算HPC伺服器 那造型也是比较像一个大型机箱 那主要是针对大型运算用的伺服器 一般AI或是大数据运算 它就有更强的GPU CPU 去进行运算 像是英国的莱斯特大语 它就使用HPE的高效能运算伺服器的 高速运算能力 进行天体物理学的计算 以了解宇宙的运作原理 那以下这个图片是 HPE的Apollo 6500 Gen10 Plus 最后 是很多人提问的 很酷炫的超红核伺服器 它到底是什么 基本上超红核 它的外型跟一般 机架的实用大部分已经差不多 也有塔型外观的机型 那基本上是根据厂商规格 来去做决定的 那基本上它具有 运算、储存、网路 还有进线的资料服务 它透过虚拟化 结合硬体成一个整合式的平台 那基本上超红核呢 它是一个机箱 什么功能都有 重点是它比较容易扩充 你只要再买一台 就可以提升你的运算能力 跟储存空间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一整台 就是一个模组 两台放在一起就是两个模组 就像机器人核体一样 能力变强 那这个适合中小型企业 那传统伺服器的话 一般都是会运算为主 那再搭配SAN这种的储存设备 去做运算跟储存功能的一个整合 但这样就是会需要 经过一些设备与控制器 那超红核主打的是 不需要这些多元设备 我一台就可以满足了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比较不适合资料收集 因为它很难整合资料东西原有搭配的 内部及外部储存设备 另外呢 它也比较难客制化改造 因为有的公司可能只需要更多储存空间 它不需要更多的运算 那导致它公司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成本 才能达到目的 此外 一旦系统规模如果太过于庞大 那可能就没有满足它的需求 因为尤其现在云端运算 它资料当然庞大 需要更强的运算和储存空间 那就是很难去做一个进阶的调整 当然啦 以上这些只是一个粗浅的解释 那如果实际有购买伺服器需求 可能还需要考虑预算 及现有设备去做一些细节的规划 最后我们提供一个表格 帮大家总结一下 那基本上伺服器的大小外型呢 主要还是跟厂商的设计规格而定 那像直立式它看起来就比较像个人电脑 那机架式呢 它就是长方形的铁盒 那刀锋型伺服器也是长方形的铁盒 高效能HPC跟超融合还要组合式大的长波 不过一般组合式的伺服器会比HPC再大一点点 那超融合的大小呢 主要是根据厂商的设计而定 那有可能是塔型的就会比较大 那机架式呢就会相对于比较小 那至于功能的部分 直立式伺服器它提供相对检验的运算跟储存功能 适合小型的工作室 机架式伺服器相对于直立式塔型跟节省空间 那也提供比较高的效能运算跟储存 适合用于一般企业或者资料中心机房 那刀锋型伺服器呢相比 机架式具有更高的效能跟更多的储存空间 适合资料中心它的节省成本 组合式伺服器呢 它针对运算跟储存不同功能去做模组化 它可以弹性的抽换模组的数量 它运算需求比较多 那就抽换更多运算模组 基本上它比较适合快速成长的新创公司或混合云的环境 那高效能运算伺服器呢 它主要是用在AI或大数据运算 适合一些研究单位 可能需要比较强的运算能力 像天文物理学或数学理论分析 至于超融合化 它是一机成型的全功能模组 它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设备 那多台呢就可以轻易同时 扩充申请你的运算跟储存能力 它就像机器人合体一样 你就不需要IT人员复杂的操作 至于缺点的部分的话 直立式伺服器它的扩充不易 效能跟储存也相对不足 那它的尺寸大小也比较占空间 那机架式呢它略为耗能 那刀锋型伺服器会有比机架式更耗能 用电需求也比较大 它的本身的单台价格也较为行贵 那组合式呢 它比较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体积相对于庞大 那高效能运算伺服器的话 它缺点是储存空间跟扩充会相对不易 那相对也比较好难 那超融的伺服器的话 它缺点是比较难客制化改造 也比较难与现有的储存设备去做一下整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如果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